加州州长纽森5月12日提出了一项181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,以帮助降低通胀对加州居民的影响。 该提案包括115亿美元退税,帮助应对通货膨胀,向符合条件的车主提供每车400美元退税,27亿美元为低收入租客提供紧急租金援助。 14亿美元用于帮助居民支付余期的电费和水费,7.5亿美元支持免费公共交通,3.04亿美元用于为年收入不高于16.65万美元的四口之家提供医保保费援助,4.39亿美元用于暂停征收柴油销售税12个月,1.57亿美元用于免除低收入家庭的托儿费用将汇集4万个低收入家庭。 此外,纽森还宣布从2023年1月1日起,加州所有工人的最低工资将上调至每小时15.50美元,这将使大约300万工人收益。 这是不断上升的通胀首次触发一项已生效6年规定自动加薪的州法律的应用。 2016年,由时任州长杰瑞布朗政府签署的《工资法》要求任何超过7%的通胀增长都必须触发更高的最低工资。 州长预算主管表示,所有企业,无论规模大小,都将被要求提高基本工资,因为州预计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将在截至7月的两年内上涨7.6%。 如果高通胀持续到这个夏天之后,在未来几年,最低工资有可能会再涨50美分。 据联邦政府的数据,目前加州大企业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是全美最高的,加州的一些地区已经制定了更高的工资规定的计划。 如在洛杉矶,最低工资将在7月份升至每小时16.04美元。 周四宣布这一消息之前,有一项针对低薪工人的工资问题可能被纳入投票。 自由派活动人士就一项11月的投票议案提交了签名。 该议案提议在未来三年内将加州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8美元。 加州独立企业联合会表示,这一出人意料的变化可能会伤害到那些已经在苦苦挣扎的企业。 5月13日,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称,其440亿美元的推特收购计划暂停,以等待更多细节证明推特的垃圾或虚假账户的数量确实少于5%,因为他对虚假账户的数量这么低表示怀疑。 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会破坏这笔交易。 消息一出,推特和特斯拉的股价都出现了大幅波动。 推特的股价盘前暴跌18%,特斯拉股价则上涨5%。 5月12日,英国政府下令部长裁减9.1万个公务员岗位,以挪出数十亿英镑用于税收减免,裁员人数达到现有规模的两成。 英国内阁将在一个月内制定出裁员计划,每年可因此节省35亿英镑。 此外,英国政府希望更多官员返港工作,认为工作氛围有助于提升效率和活力。 中国移民管理局5月13日发文批谣称,最近有关评判护照,对绿卡、减脚、禁止出镜等传闻是假消息。 不过,中国仍在收紧护照签发,建议境内公民非必要、非紧急不出镜。 中国最近多地出现新冠疫情反弹,对外防输入的政策没有放松绩效。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12日发布消息说,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镜政策。 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镜活动,严格出入镜证件审批签发。 与此同时,网上出现从北京入镜时被无故捡护照。 上海出镜时被收走护照和法国拘留卡,广州出镜绿卡被检等消息。 对此,北京、上海和广州的边防检查总站13日纷纷发表声明,称有关消息不属实。